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今天不仅惨 而且是挺悲惨的 破位了 1990这个点呢 今天这个收盘的时候已经是处于破位的这个状态 越线节奏的话呢 勉勉强强 仍然是在这个通道的下沿 但我们现在就会考验这个通道到底有没有一个支撑 如果有支撑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沿线的一个出现 我觉得从基本面来讲已经是顶部了 你看从666 是不是这个是2008年吗 对 2008年 666涨到现在1900 这个调整一下奥巴马不会发脾气 他不发脾气 我们散户的脾气会更大 你看07年的那一轮下跌的行情当也是在这个通道的下沿没有支撑得住 然后呢 就紧接着就调整下来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个下个月的行情非常的重要 你看这边的话 是在07年的 08年的5月份那一轮行情调整到下沿 然后呢 6月份开始出现一个破位回抽 7月份的没上去 紧接着8月份就直接的连续的一轮这个一轮这个调整行情 整个这个调整行情从最高点呃 07年的9月份到09年的2月份 14个月啊 差不多 差不多这样 所以说短线上的话呢 呃 超卖 而且呢是破位的 而且在近期的行情当中 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反弹过程当中 我们所一直关注的这个呃 这个恐慌情绪呃 只是略微的出现一些恐慌 但是呢 没有跟我们之前所观察到的一些极值呃 这个相当 所以 但是既然反弹了 我们也是就是说看看反弹能不能继续下去 结果呢 呃 并没有出现我们之前所预期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恐慌性指标还是蛮有这个参照的这种意义的 嗯 那么对于日后的行情当中呢 尤其是今天这个行情 上中预阻回落 一根大阴线 周一周二的行情呢 白做工了 而且呢 本周又在这个本 目前的收盘又在本周的这个开盘点位的下方 那空方呢 打压比较比较凶狠 那么均线系统呢 呈现出瀑布状的向下 所以说目前来讲呢 空方应该是绝对的占优 短线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节奏应该是仅仅发生在一个局部的 那么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也关关注到哎 那个周一周二都是 呃 纽约时间下午两点 两点的时候啊 出现这种反弹的行情 但是今天的时候呢 出现 但是呢 非常非常微弱 又被空方的打压了下来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 借助收盘的时候的这个破位 呃 那么 但市场情绪呢 没有恐慌 所以说呢 说不定还会像吴文老师所分析的那样 市场呢 还会向下这个寻求支撑 只要我们看到恐慌了 而且这个恐慌值出现了一个极值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发布到我们的VIP当中 呃 只要一只要一恐慌的话 这就是按照告诉我们 短线上真正的反弹或许会来临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不具备这个条件 嗯 好的 今天早上呢 呃 起来以后啊 五点钟啊 起来以后发现这个家里没网了 赶快穿随便拉了一件衣服就跑到单位来啊 所以今天没穿这个西装革履了啊 再次向大家说声抱歉 呃 第二呢 今天早上呢 呃 有一位微信朋友说这个ATV啊 呃 问我前两天要不要止损 九块三毛五进的 进了五千股 一下子就亏了一万多 但是我说再看一下 因为它两百天均线好像还在 今天反弹 结果冲不过十块三毛的出来 出来以后像meetme啊 都出现暴跌 后来我拿了这个ROSO 2000这个指数图哈 就是RUT dollar sign发现 哎呦 这个三十年的这个三十个月的 一个低点已经出来 而且破位了 对 所以我跟杰老师说 不做paying stock 不做micro cap 原来我说这个meetme啊 是我2016年的一个最佳的选股 但是这种跌法 我不觉得是庄家 在在出货 而可能是做空的势力在进场 那今天市场上也有一些谣传啊 说这个commodity 呃 商品期货 因为今天布伦特原油 欧洲的油啊 跌破三十块钱 比美国还跌的快 嗯 那么美国的油早上是涨到三十一块三 然后回头向下 又探视三十块钱 虎视眈眈的准备破三十啊 在我微信号上有一位王川博士啊 他说 我们永远呢 见不到二十块 永远是油价在二十块以下了 那么呃 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 截止今天为止 这个Bill Ackerman已经亏损了百分之超过百分之十一 呃 罗兽2000已经进入了熊市区域 Dowjones transportation下跌了百分之十 就是像这个铁路股CSX 这个铁路啊 没货可装了 中国不要 美国也不见得多 所以CXX Northern Fork 这些铁路股啊 都创下五年的新低 道琼指数运输 道琼运输指数下跌百分之十 NASDAQ下跌百分之九 Netflix今天下跌接近百分之八 那么呃 对于这种行情啊 投资者怎么办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用恐慌 我觉得市场上哈 你不赚钱 最终的原因呢 可能是你没有做好 没有关系 下次再来 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美股富豪俱乐部 正式做出了他的第一张单子 第一比交易 对 第一第二比交易 赚了3196块钱的Net profit 很多投资朋友说 哎 投了多少钱 做什么的 首先我跟大家讲 不做Penny stock 一做Penny stock被打下来 我有一个SBI fan 原来做的不错 真的是赚钱了 赚了五六千 但是最后可能亏了五六千出来 因为太贪了 今天我彻底领悟 大家看GoPro盘后 刚才有微信上有人说 哎呦 今天谁买了GoPro 今天要哭 哭在厕所里哭到天明呢 对 GoPro盘后跌到11块 Fit 业绩不好也暴跌 AMBA都暴跌 大家不要再看这种 这种 这种 叫你做空也不是 做多也不是 我现在觉得只能够买的就是一些TVIX VXX 他们的图形太漂亮了 至于什么时候收货 还不知道 但今天呢 我们的富豪俱乐部呢 终于开张 我昨天跟杰老师说 嗯 这个富豪俱乐部就是实打实的 显示给大家能赚钱 呃 今天大家看了吗 我准备了888块钱 880块去买Powerball 这才是真正的赌注 有些朋友跟我说 下了一个注 两块钱 这不可能中的 如果真的中这个人真的好运 但是呢 如果你买的能够afford 多的话 中钱的几率很大 来 杰老师 先礼后兵 说一下 你觉得今天六个数字是什么数字 Powerball是什么数字 我记下来 Powerball啊 就是那个红球 上桌是十三 十六 十六 好 前面五个啥 十六 五个你来吧 我来 你来 你来 你不行啊 我是 我从来不想的 我是去去QuickPay QuickPick 今天呢 我赚了3196 做了Netflix的put 做了VXXput 因为我彻底醒乌了 不能做Petty Star 因为我们这个富豪俱乐部啊 就是两万五千 有的朋友是一万块钱的 有的是两万五的 好 记住 一定 现在只能看作看跌的ETF 这杰老师听了可能不在意 不买账 但是没关系 我们钱赚了 今天到这个证券公司里面提出1588块钱 1388块钱 上周五拿了500块 这周拿了888 我就是从华尔街抢来了这个钱 抢了 好 这就是本事 好 在大跌的时候涨10% 所以你说大跌大涨和我们一点都没关系 最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赚钱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 欢迎你周六来听我的讲座 我会分析很多投资人的错误 我不是说温人王肯定赚钱 这是错误的 一定会 今天KBRO开盘了 找盘两块 哗哗哗一位哥们 两块钱卖掉了 结果涨到四块 当然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受惊了 但是这是part of life OK 像GoPro这种股票 你说GoPro的质地要比KBRO好很多 对 但是一样是惨兮兮 从六十几块跌到十一块 那和四十块跌到两块钱也差不了多少 对 所以我觉得 富豪俱乐部就是通过齐全的方式 特别好 像Netflix很多 Warrant你下周二 是不是准备赌这个业绩 第二 Warrant你是不是 准备这个做Day Trading 我说第一不是Day Trading 但是我们得保证一进去 像我八块八万五买的Netflix 120块钱的puts 或者112的puts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止损点 800块钱 也就是说一定到这个点 我一定砍掉 OK 因为咱们面对的这么多朋友 我们拿的是真实资金 拿来钱我们就来消费 这个美金 我们来消费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股票交易 这个账号 真正的去创造财富 正如我们的微信朋友说的 2017年11月1号要有70万美金 那么我们要有140万美金 但是我坦白的告诉大家 如果在星期二我还能赚到钱 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钱去押注 这个Netflix puts 95块 签了puts 可能2块钱 好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富豪俱乐部 很多朋友说怎么参加 做什么的 我们有五大产品 一个是VIP 炒股的 一个是 Powerball Option 很多人这个网站怎么还没有 网站还没有建好 但是很快就会建造 就是我和杰老师做的一些交易 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下注 我们2017年10月1号 要把140万美金放在这里 这有多高啊 140万 到以后要去取出来 放这 好 从2万块钱开始做 嗯 OK 今天就现开销1388块钱去买Lotto 万一我中了 那杰老师就成为我操盘手了 15亿美金 已经可以进入这个中国伏笔市 嗯 不好吧 好好好 说不定哦 说不定哦 我们有一些会员说 如果说你中了 Warren我如果中了 我就聘请你为理财顾问 嗯 我说行 15亿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几百个亿 可以可以 所以啊 Powerball 给了大家就是说 很多人不可思议 Warren你神经病 你是古神啊 你还去 还稀罕这些东西啊 哎 你你啊 巴菲特 有有看到巴菲特买股神吗 买买买买买铲票吗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老百姓 对 就是小散户 第二 我不不要拿巴菲特来压我们 好吧 巴菲特去年亏了11% 你给他理财你一样亏 但是你的气度就做不过巴菲特 你就沉不住气 OK 我们会给巴菲特投资的 我们买他的股票 但是我就是画了一句话 富豪俱乐部有五大产品 一个是VIP炒Petty Stark 哦 Warren炒Petty Stark 我说 哇 卡炒Petty Stark犯法了吗 不好意思了吗 犯罪吗 OK 叫我们这个这个ATV9块钱 10块钱卖掉5000块就进账了 对吧 大家也会亏1万块钱 这很正常 那么第二 炒齐全 就要参加 PowerOption OptionPowerball.com 第三 参加 2月8号以后春节我办的讲座 我教你怎么去投资 Penny Stark 投资 小的股票 投资齐全 Call Puts 我们买的是Netflix Puts VX VXX 看涨齐全 第四点 是Mentorship 就是我们的微信联系 有一位会员每天早上6点跟我报到 嗯 他说哎呀我学了怎么样 我真的要把他请过来 好 我觉得2016年的青年呢 他给了我很多的一种inspiration 就是激励 鼓励 我们每天要看50本书 但是非常抱歉 这两天感冒清晰 嗯 那么第五 第五点 第五点 就是我没有定期的seminar 跟大家分析 大家把话亮出来 啊 相信很多人说哎呀我任务啊 我跟了你又赚又赔的 好 嗯 但是这是part of the life 这个股市已经跌了10% 只要你不跌破10%就很不错了 对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 呃 参加我们到美股富豪俱乐部 可以叫我微信 好 我会让我们的课程代表跟你联系 25000美金起家 2017年11月1号目标是140万美元 这是我们实盘的操作 我并不是说希望大家入股 每人放我25000 这不是的 我的希望就是说 能够通过这个交易给大家一个呃 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无论哪个市场 你具备超级super trader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杰老师 嗯 number one priority 止産 对 第二 找寻一些机会 大干一场 ok 因为2万块变成100万 没没一个好赌不行 的确是这样 好赌以后我们就拿电权出来 靠了靠了自己 嗯 好吧 那杰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呃 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那补充的话也就是说大家呢 今这个行情啊 并不是像我们当初所这个我个人所问 这个想想的那样啊 在这个关键的支撑点位没有支撑得住 而且呢局部呢出现了一个破位的 所以说目前对于我们多头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开始调整仓位了 然后呢 风高的 对 怎么就调整仓位了 调整仓位 一是止损 第二的话呢 检查或者是呢 介入这个空头 进行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哦 是这样的 那已经你 已经说我是同一个在线了哈 呃 基本上是 呃但还不全是 嗯 单拍啊 因为我这个周线节奏的话呢 月线节奏 我觉得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希望 短线上的话呢 我觉得 还是在等市场恐慌恐慌情绪的这个 这个出现 呃 只要这个市场恐慌的话 我觉得反弹应该是 呃 应该是会发生的 尤其是在这种头肩顶这种形态 呃出现之后或即将出现的时候 往往呢 多空 双方会在这里呢 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争夺 就这个进线的一个跌破 到底是真跌破还是假跌破 会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确认 所以说我觉得 那日后的市场比较更激烈 像今天我就把上周 所介入的这种 呃 Win呢和LNG的 通过这个期权交割的方式 啊 那么买入买入这些股票 我已经这个呃 已经止损掉了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就等待这个市场 看能不能真正的就是说出现恐慌 看看能不能有一次反弹这个行情的一个介入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LNG其实有赚 没有赚 反而后来亏了亏了以后还止损出现 因为我因为我的操作的方式呢 我想看到看到一个波段的波段一个出现 但是短线上的话呢 他没有给我没有给我预期的那种那种那种节奏 所以说也也也有一段时间啊 犹豫了一下啊 也有也有一段时间犹豫了一下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是啊像你当初所说的啊 现金为王是吧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 也是嗯大概的话也就先观望为主 像今天的话 CMG这支股票 我今天就想通过期权呢 来揭露一下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市场还不稳 同时呢 这个尾盘的时候呢 又再一次跌破了这个1900点的这个支撑点位 我觉得短线上还会有波动 所以说呢目前所有的这个股票都是嗯 先把这些股票找出来 然后呢关注一下看看市场 只要不随着市场继续下跌的话 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多信号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提示 所以说我们在日后的行情当中呢 还是稍微还是谨慎一下操作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好的 那呃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今天它和市场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你说要反弹到四百八五百这种可能还是非常少的 这个得需要这个行情的配合了 大盘不行 大盘如果不配合的话 他这个反弹的行情也不会说那个特别的出现连续性或者持续性的反弹 这个很难实现 是另外呢有些微信朋友呢就是写了微信给我非常好 但是我无法一一回答 我觉得有的朋友一定要拿住一些仓位 比如说TVIX VXX TZA LABD CHAD 这些股票都是在一个明显的上升态势当中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拿住股票 这是股票的一个基本功 拿不住股票是非常危险的 请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VIP富豪俱乐部的操作 第一天我们就赚了三千 那如果在照样速度的话 我们就会有非常大的掌获 好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大家今天卖POWERBOX POWERBOX都中奖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请无论